幫我們介紹一下 首先這個是Gamevice的搖桿 然後它是透過Type-C跟手機做連結 然後你可以就是玩遊戲的時候透過它來操作 然後呢它有可以支援300多個遊戲 可以上這個Gamevice Live的網站去搜尋 就是它支援那些遊戲 對然後未來我們也會推出這個key mapping 就是手機的key mapping功能 讓你就是就算沒有支援的遊戲也可以透過key mapping來操控它 大概什麼時候會推出 預計上是以後 對 然後再來的話呢 是這個widegeat display dock 然後這個widegeat display dock 它就是一個無線傳輸的接收器 因為我們這個手機裡面有放11AD的兩個天線 然後透過這個天線呢 你就可以直接跟這個 dock對聯 然後把畫面投影到大螢幕上面去 對然後我們主打的是沒有20毫秒的latency 就是一般人是感覺不出來的 就是你可以讓畫面 就是手機的畫面跟大螢幕上面同步 距離有限制嗎 距離的話最多可以到5公尺 所以一般你在家裡的客廳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它有電視的距離嗎這樣子 對它有一個120度的角度是接收範圍的 但是其實通常你一般在玩的時候 你不可能會就是跑到很遠的地方去 或者是背對的卡住 對 然後再來的話是這個手機殼 然後手機殼就是做三件事的組合 所以一般你這樣子蓋出去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完整的就是裝在一起 然後如果你要玩就是加上風扇的話 你可以把中間這件拆開來 然後就可以接上風扇 然後這樣一樣可以玩 然後同時也可以保護你的手機 對 這個風扇好像是標準配備 就是買手機基本都可以用 對 那其他的就是另外買 對其他都是選配 然後也有零售 殼也是標配嗎 殼是選配 殼是選配 對 然後還有弱掉一個配件 然後這是Professional Dark 沒有啊 預備 好 這是Professional Dark 然後我們這個是專門為電競玩家做的一個配件 然後它有 音色內孔 對 然後還有HDMI 然後兩個APO跟Type-C 就是你可以一邊充電 一邊接上有線網路 跟投影到打螢幕給玩家去玩 然後我們還有附一個60公分的Table 就是你在玩的時候 就是這個Dongo 不會懸在感動中 所以它可以平放在多上 像是不用Demo的樣子 所以它也同時替手機充電 對 我們有一個Type-C的控制 OK 對 然後A孔的話 你可以做一些延伸應用 像接鍵盤畫素 或者是讀隨身碟都沒有問題 那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要多做這個 它跟那邊那個Dock 還蠻重疊的 對 我們這是輕便型 然後那個Dock 是就是 比較豪華的版本 對 然後這個主打一開始的 idea 發想是給電競選手 因為電競選手 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他們是不能用外接的搖桿 或是鍵盤畫素去操作的 所以用這個的話 可以達到他們的要求 然後也不會被就是比賽禁止 就可以用大螢幕 但是不需要去接鍵盤嗎 對 然後因為像一般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就是他們 目前他們用其他他牌的手機接的時候 就是沒有辦法那麼好 就是沒辦法這麼好操控 就是他可能一邊要接耳機孔 然後一邊又要接Type-C充電 就會有很多線 然後又要外接HDMI會很複雜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統一 就是五合一 全部所有的功能集結在這個檔上面 只要接一個Type-C到手機上面就可以了 嗯嗯嗯 對 那你們大概有非常好 曾經有跟留言過 對話決定 假的 欸 其實我 你問他有沒有在介紹 沒有 我想要看他還有什麼介紹 對 我覺得可以去交易 請他介紹這一個 是你這一個 這個 還有兩個 這個 這個 請 請 那個也是嗎 那個不是吧 後面這一個 那不是 是那台的變壓器 對 他其實就泡了 對 介紹一下 來來來來 來來來 我需要你介紹這個跟的 哈哈哈哈 好 沒問題 預備 我都介紹這一台 預備 開始 OK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這台是我們的TwinViewDock 那他主要的話 就是下面是有一個6吋跟手機樣影 那上面就是透過把手機插進去做一個結合 達到一個雙螢幕的一個效果 嗯 那他上下螢幕都可以雙開App 然後我們有一個scenario 就是上面可以做一個Twitch的直播 像直播主的話 他就可以利用 欸 我們這麼一個GameGini可以做一個Live直播 臉書直播可以嗎 臉書直播目前沒有 像就是 Twitch跟YoutubeGaming 對就是跟Game比較有關係 那就是 Youtube就可以 看到自己的那個畫面 然後可以看到 那個 其他人的留言 這樣 嗯 對 嗯 就通吃完的時候看到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是一般的直播 你就只能看到自己的畫面 但是看不到別人的一些feedback 嗯 然後其他scenario的話也可以 就是有一個女子 他上下都是可以切的 然後比如說他上面 有些人上面玩遊戲 然後上面可以看Youtube 對對對 然後也可以雙開Game 比如說上面 上面玩一個 然後下面可能就開一個掛網的遊戲之類的 嗯 對對對 這麼忙 對 因為有些是可以製造Auto 所以 這個技術比較像是 分割視窗 過來這樣子 嗯 就是雙開兩個App 就是類似那個 台灣旁邊 那邊有一台 也是有這種 雙開螢幕的這種 這種應用方式 對 那這邊可以去 隨時做切換嗎 你說切換是說 你說切換不同App 它兩邊都是切開 就是你 App可以上下切開 兩邊都會有這個 操作列 對對對 兩邊都會有 這都是切開的 就比如說下面想要就換來換去都可以 這樣就長得有點像中心那種雙螢幕手機 類似 但是就是我們可能就在做更好的 但是你們就做了像Gaming 你們都自己說更好 有啊有啊 然後搭配6000mAh的電腦 所以上下都有雙喇叭 所以上下都有雙喇叭 對上下都有雙喇叭 所以它音效也可以分開口 比如說上面播影片啊 下面播遊戲 對都可以 那它還可以在外接第三個螢幕嗎 外接也可以 也可以在OPER出去 但它投的話就是 投手機畫面 全是零 對對對 那它有支援這個 像剛剛這邊有一個無線 也有 也有 但它只會投其中 可能是投手機 可能是投手機 就投手機 好 那最後 麻煩這個再介紹一下 好這一位 這邊 謝謝